我就很怕現在的這個世代 可能做一首歌已經曲齒偏監 做完自己錄完自己唱完 然後MV沒錢拍 自己去拍吧 只能夠證明一個藝人熱心去做這件事 但是好不好呢 就...就未必了 我們Fresh Live的組成 其實都是由我開始的 我跟Vincent 今天他不在 其實都是在世上的 一直夾了很久 有一次訪問機緣巧合 認識到我落後 他就想幫我彈BASS 其實不是想幫你的 原來是這樣 你早說吧 之後真正認識他 聽過他的音樂 我發現他彈BASS有一首 應該要組一隊樂隊 然後找到Annick 看到Annick那時候 就是他在表演打鼓 那我說 嘩 這麼有刺激 很久沒聽到一些 用一些不太優越的器材 都打到有刺激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去到真的 但是四個人組在一起 就開始 去想一下 怎樣去 玩回我以前的歌 對 一邊改 因為我說 我不想玩回以前的 以前的歌 不滿意 然後就改改改改改改 改到我們有一首歌 是很搖滾的歌 真的 然後就要改改改改改改改 到現在成就這一首歌 叫Fresh Live的歌 那在有這首Fresh Live的歌的同時 我們就放隊 我覺得這首歌的重點是音樂 break的位置 就是去到chorus之後 有fresh,有prechorus 我們就不會再去chorus 我想抽出來的 其實那時候的畫面是很強烈的 就是我們想說這個人 即是這首歌裡面那個人是成長了 所以就用了一個音樂 break 抽一抽離 原來最快樂是你抽離了 再投入回去那一下的感覺 就不只是純粹我現在經歷了一些事情 我現在很開心 不只是這樣 而且是你體會完成長了 再次拿回那隻快樂 很快樂 而且這隻快樂還要是 在小朋友的時候才感受到 但現在我們也感受到 Fresh Art這個名字會不會被人定義 去一些清新人呢 我想這個名字其實不是代表我們玩的風格 其實是代表我們裡面的意思 就是Fresh Live是一個很清新 很像新開始 很活力 其實這些是我們歌裡面的訊息 所以我又不介意會被人定義 我們是否究竟是甚麼 因為我們其實我演藝 我們都不是很奮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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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 這次的MV就是我找了陳暴力去拍 他一直跟我合作了很久 收到一首歌的時候 他問我這首歌是甚麼 最自然的發動是甚麼 最自然的發動是甚麼 然後他就想了一堆 他說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在屋邨去到一些扭蛋機 抽卡的時候很開心 然後就走到草叢邨 就去拿手機 然後我跟他馬上駕駛車下去 然後就 不如玩一鏡 我們有半首歌都是一鏡到底 也找了一個很專業的小朋友 真的從早跑到晚 去拍這個一鏡到底的 就是這個鏡頭 因為他要做好多東西 他要抽卡 然後又要被媽媽打走 其實在裡面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都一直在抽卡 我們這幾個人都在抽卡 我們好像還沒抽到我們自己想要的 然後 但是 被人打走了 其實是一個挫折 但是挫折之中 你就會不斷在找 會得到很多不同的驚喜 有些可能是高興 有些不高興的東西 但是就成就了你出來 就是那個一去到音樂壁 一吃到蘋果 變成了大人 就是那個感覺